看到盘面当中有多档的个股 都是有出量而且震荡走扬的 那贵买的亮大明星个股在哪里 看到了像是生计族群 像是网通族群 都是目前看到盘面当中 比较受到资金追捧的标的 现在来留意到像是基亚 基亚呢他们现在要加快马力 要抢攻细胞治疗的商机 带动了今天股价早盘直接冲高 而且一度有亮灯涨停板 另外还有像是两位的部分呢 在今天早盘也同步点火拉高 市场上也相对看好智慧音箱的营运 渴望能够同步沾光 现在需求增加 未来的营运能不能够吃香喝辣 也是目前看到两位在今天走高的一大原因 再来就是看到成德了 成德他们旗下的终身医药 并入到WTI 那现在要抢攻美国的市场 这目前看到成德的题材面消息 还有像是光通族族群当中的波若维 则是受到了5G的概念个股持续发酵 所以光通讯族群也是呈现逆势走扬的 再来就是中玉了 中玉呢看到了董事长张念源 他表示说今年将会大举的投资 所以带动今天中玉的股价 也受到资金的青睐 观察一下这几档个股呢 在今天不止出量 股价同步走扬 基亚维持在高档大涨8% 另外还有像是梁伟还有像是中玉 以及成德跟波若维的部分 上涨幅度都有达到4%到8%左右的幅度 那该如何留意到这些量大的人气题材个股呢 操作面如何解读 为连线到增加 留言头顾的王信杰分析师 信杰你好 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官大家好 早安 好 请教信杰 现在看到大盘的加权指数短期之内 似乎震荡还是这个震痛期还是得要再拉长 那未来能不能够守住9400点 现在市场上也都在做观察 不过个股表现呢 却是逆势强出头 今天看到还是把焦点摆在中小型股身上 两大题材 一个是5G网通 一个就是生技族群了 带动在今天股价纷纷呈现走洋 但是这类的个股就怕续航力不够 你应该如何留意到在今天他们出量走强 未来还能不能够再进一步的电高呢 我想如果大家都知道 当整个目前这个电子的一个景气比较 电子业的一个景气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说在整个1月4号 已经要公布所谓的12月营收 那月中之后 把1月10号的一个大地方的发售会 1月17号的一个台季电的发售会 那从整个昨天 从整个今天盘后 整个苹果一个下修 本季的一个财报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已经隐约的告诉大家 所有的苹概股 台积电跟大力观法售会 可能都要提防 把所有变成个法会 也就是说可能在整个财报 整个法售会里面 很难看到一些相关的地多数 包含整个台积电 虽然第一次去年第四季的一个营收获利 可能是挑战历史新高 但是第一季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看法是 台积电的第一季可能是季节 大概会有双倍数的季节 大概季节10%到20%左右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整个国际股市 其实都还在持续在做探跌动作 虽然在整个雅股昨天中错之后 今天有稍微做个短线一个跌升反弹 但也看得出来 目前整个陆股 其实都还在十字军线 在做一个盘跌动作 换句话说 在整个陆股还没有 在上十字军线之前 我想虽然短线跌升一定会有反弹 但是趋势目前 整个下跌当的一个趋势 仍然没有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台股当然整个 今天刚好盘充税低来到9740回测 整个12月份的一个 年前的一个新低9473点 但整个9400点 我相信还是一个比较属于岌岌可危 在整个下跌波没有做完之前 我还是会建议各投资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仍然还是要 延控一个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尽量比较超过5成 否则万一如果一旦跌破9400点 而出现所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提损停力慢压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 Potsdam还是会受伤的 那如果说在目前这边 虽然整个大盘指数 是收到整个全职股 特别是平盖股 一个相对多是一个 拖累指数的一个压盘 那也看得出来之后 如果说当整个景气 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 多头之气的避风港 可能会跑到部分的 一个升级股身上 第二个就是说 今年或是明年 一个趋势比较明朗化的 一个5G的网通这边 可能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说5G的网通 其实在跟升级股来说比较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说 可能5G的一个相关网通族群 只要你短线不要过多 去做追加的动作 拉回量说回车 整个均线一个支撑 其实至少是这个 比较中长线 可以保护一个短线模式 那至于说在升级族群这边 当然是短 竟然是短线的支撑 逼风港 那我个人认为说 你就用一个短线来操作几个 比方说在3176一个G 虽然说有整个 所谓这个免细胞的一个资料法 但是也看得出来 目前才准备进入一期而已 那如果说长期 大家都知道新校族群的话 一期到整个三期的一个结盲 以及到时候拿到药证 到整个新校的上市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的久 所以我个人说 竟然只是一个一期的话 那我们就说 可能是个股票的一个短线 一个筹码 面一个操作机来操作几个 那当然是说 手上有GIA的 你可以沿着月线在做 沿着月线来做一个 偏多来操作 但是前波可能在整个 50块到55块前波的高点附近 可能是一个短线 比较大的压力区的所在 但是如果以GIA跟中域来做个比较 我想大家都知道 至少中域的一个 一个艾滋病的一个新药 其实已经获得所谓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药证 甚至已经开始上市买卖 虽然在整个目前的一个 去年的一个上市 上市的一个初期 卖得不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今年的一个 欧洲药证有机会拿到的话 或许在整个获利 有机会慢慢的一个提升上来 所以我个人是说 如果从整个GIA跟中域的角度 或许中域的一个 一个基本面 未来可能是比较有一个表现的空间 那短线来到季线这边 或许会做个震大 但是如果正式能够站稳气性的话 整个中域部排除 有机会像所谓一个半年讯 做个一个挑战的一个能力 好提到目前可以看到 刚刚信杰也点到 目前看到大盘的加权指数 未来要持续的有1到9400点 能不能够守得稳 那如果做得的话 还是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持股比例 比较超过5成的水泉 那针对目前看到盘面当中 有一些亮大的明星个股 升级族群就是一大指标 像是中域 目前受到了题材面的加持 上涨幅度都有超过了半根停板以上 值得再做留意 不过其实看到了光通讯族群 现在反倒是 在今天有点分道扬镳 因为看到了像是波若薇 比较落后的呈现了震荡走扬 但是看到先前比较强涨的像是光环 像是华星光的部分 反倒在今天略显震荡了 所以这两档指标股在今天熄火拉回 反倒是提供好的进场时机点吗 如果未来的5G题材持续发酵 能够带动光通讯族群 持续走扬的话 现在针对这两大指标龙头 又该如何观察呢 我想其实光环跟波若薇 都是一个比较处于超一个 转机的题材 当然如果说一个基本面来讲 至少波若薇的基本面 还是比光环好一点 至少因为波若薇 都是在一个持续有在一个 货力的公司 那如果说以波若薇来讲的话 连续两个那个彩虹棒 那股价也是已经突破了一个 最近这一两年 一个一年的新高 当然整个景线来讲的话 可能在四十五上下附近 这个景线压力需时 会比较大一点点 加上整个连续两天一个出量 那大家都知道 当连续两天的出量 短线可能是会 因为短线的过来 稍微做个震荡整例 所以个人看法是说 波若薇或许短线不必急 去做过度追加动作 那如果有量数回车 整个景线支撑的话 或许你在寻求另外一次买点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至于整个三二三四的光环 昨天很强势的一个 拉到一个掌停板 那你看到它是一个 支卷同征的情况之下 但这个支卷的同征 今天却是直接开低盘出来 就会让我觉得说 投资人要特别注意 这个农均的一个变化 这农均到底是真的是 闪户看到掌舵不顺眼 去放空它呢 还是说中石户 就是主力自己也是 去做一个高档 做个农均所谈放空动作 这就要特别注意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农均 是中石户去农均所单的话 那代表可能光环边拉 有人在边做出货的动作 就比较有机会 也就是说再拉高过程当中 就不要期望是说 人家有机会嘎空 因为如果这个空单是主力空的话 那可能短线这边光环再冲高 可能随时会做个震荡整理 那就如果我昨天我所讲的 过高之后光环 其实很容易做个短线 个震荡整理 那如果先以短线来讲话 昨天是直接开高上来 只要昨天的多方缺口没有跌破之前 多单你还是可以续抱 一旦反正如果光环跌破 昨天一个多方缺口的话 那代表说整个光环 昨天的这个农均 就真的可能是一个主力 进场去做个放空动作 那手上有的投资票 那时候你就设个停顺 停利先推出观望 至少等它短线震荡整理完 要进场再做进场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光环短线冲高 稍微消失熄火 不过未来留意到筹码面的变化 不过今天看到像是6290的梁维 同样开高震荡 大涨7.9% 现在股价缓步的跌高当中 现在市场也看好智慧音箱 那未来的营运 渴望能够同步沾光 其实看到了梁维的股价呢 也在低档打底向上 今天创下短步断来的高点 最近近期呢 看到的都是外资 积极站在买方 而且把股价慢慢的给买上来了 目前大涨7% 如何留意到梁维未来的表现 其实我对整个智慧音箱 中长线的看法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点 就如同在整个去年初的时候 整个苹果推出 智慧音箱的时候 当时梁维股票涨到80几块 我们就跟同事讲 这绝对是一个利多出镜的 一个绝佳的一个卖点 那你现在回过来看 梁维真的是从80几块 当然是最低是跌到20几块 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大回 然后最近的一个上来 股价也不过是谈到三十几块而已 那当然如果说就整个短线 一个技术面或筹码面来看 跌到二三十块的一个梁维 当然是股价 有机会做个比较像压一个 报复性反弹 那如果以今天一个中长红战上 所谓一个半年线压力 当然短线来讲话 可能比较大压力 仍然是一个所谓一个年线 年线在整个所谓十十块上下附近 可能是梁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的一个所在 那我觉得中长级 然后整个智慧印象或者说 以梁维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很清楚看出来 目前年线是一个盖头下弯的 所以目前整个中长红的格局没有改变 这边应该是视为 跌深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行情 来看待即可 好我们非常感谢留言投顾王信杰 分析师的详尽解读 针对在今天有出量走强的方向 未来的操作重心跟留意 那目前刚刚专家提点的相当清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来讲的故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